我会玩水枪就会没命哟 不要啊 水池后面有器官 这是真的 我要出去 我不玩这个游戏了 淘汰 大家先冷静 先不要轻轻妄动 船上有水枪 我们也能反击 淘汰 NPC身上的符号一看就是珊瑚礁 我们的船一旦碰到珊瑚礁就会沉 使我们的水枪去攻击NPC 肯定死定了 舅舅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每次攻击前 NPC都会环视一周 然后落在一个人身上 他再选择目标 但依据是什么 看前面两个被攻击的 一个人在船上挖着虾 一个人在船上挖着海龙 他们的船都是红色的 这还不足以推测出规律 这些符号又有什么意思 不好 我的船也是红色的 我得跳船 淘汰 请问他 NPC第一个攻击的人的船上是虾 寿命大概一到两年 第二个人的船上符号是海螺 寿命三年左右 而第三个被攻击的人 刚跳到的船上是小丑鱼 一般是十年 而没被攻击的人的船上的符号 是寿命十二年的蓝线 寿命为十五到十七年的极挂海星 白金一般可以活六十到七十年 海龟一般可以活八十到一百年 NPC是按照海洋生物的寿命顺序 来选择目标的 可是水母的寿命不是很短吗 为什么它没被攻击啊 因为那是不死水母 它在理想条件下 通过特殊的再生过程 可以无限延续生命 那么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顺序 果然就是下一个目标 救救救啊 水枪的攻击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一起保护它 嗯 我相信你 你们根本就逃不出我手掌心 受死了吧 打不着我 到几时一旦结束 你们必死无疑 舅舅 接下来怎么办 时间马上就到了 还不如先出击 我就不信它没有弱点 看我白鸡一口吞强它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先成全你 淘汰 一定会有打扮NPC的 弱点 等一下 这个符号 我明白了 舅舅 危险 你在干什么 NPC身上的符号 代表的不是珊瑚礁 是珊瑚 而我船上的符号 代表的 我船上的符号 代表的 代表的符号 代表的符号